奥运冠军 拿奥运冠军之前 我其实人生是非常有目标的 我每一个阶段 我都是冲着下一个目标 去前进 然后我会充满激情地去 渴望胜利 渴望比赛 但是当我获得奥运冠军之后 我感觉 我好像一下子人生失去了方向 我小时候的目想都完成了 那我下一步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就开始迷茫了 这其实是一个 特别有道理的一个困惑 因为我所有的冠军都拿了一遍 那我下一步标是什么 就一切再重来一遍吗 对 我就一下子 好像没有激情去支撑我了 就开始往回看了 我就不再往前看了 我就担心 大家会不会追上我 这个时候就会想着 要守住这个金牌 守住这些荣誉 所以就很累 到17年的时候 自己再去回看之前 过往所有的经历 就会发现 其实我只是始终 没有摘下我这个光环而已 我始终把自己 就是框在那个 我是奥运冠军 我是大满贯 所以我应该拿冠军 就框在这个框里 我就想 我小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心态 我完全没有任何顾虑 我觉得我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可以放开手去拼 那你一旦套上这个光环之后 你就位手位脚 我现在的心态就很简单 我觉得 只要把我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过程都做好 那结果顺其自然 它自然而然 你做好了 结果就是好的 那你现在对于 比如亚运会 对于巴黎 你有什么想法吗 亚运会 首先是因为 在自己家门口 而且我非常享受 就是在主场的那种 比赛的感觉 那种氛围 所以亚运会 你说不想拿冠军 是不可能的 我肯定是有这个 憧憬和期待的 但是对于结果 其实拿第几 我都能接受 但是我很渴望 我也会想要去冲击 因为现在恢复的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 重点去主攻200蛙和200混 这两个项目 但如果是巴黎奥运会的周期 我可能会 慢慢地想要把400混再捡起来 因为我始终觉得400混 我是有更深的潜力的 因为这个事情的出发点 是我想做 我热爱 那我就要以自我为中心 只需要去承受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 大家对我的期待也好 关注也好 我很感谢 但是我还是做自己 所以清华这一段时间 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因为清华我觉得 是我人心中的节点吧 所以到清华那几年 其实你开始真正接触社会 嗯 接触社会 真正地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 就是18 9岁到大学 然后20出头一段时间 上学 然后谈恋爱 但这一切可能 以前你在运动队的时候 你很难去体会 去实现的 对 那你体验到爱情的经历了吗 还没有 我爸妈也是说 哎 你去清华找个男朋友吧 但是我也是 嗯 擦亮眼睛 在等待缘分的到来 嗯 你爸妈会催促你吗 催 他们就经常催 就想要开始给我相亲 但他们试了几次之后 发现无果 最近好像也不怎么提了 那比如说 如果永迷想现在祝福你的话 那如果对你最好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 小月你好好享受比赛 如果对十年以前的自己 和对十年以后 各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对十年以前的自己 我其实想说 小月你不用担心 就是眼前的这些困难 或者说境遇 嗯 因为你未来一定会 嗯 过得很通透的 嗯 对十年以后的自己 我其实就想说 好好享受生活吧 因为前几年太辛苦了 12年 24年 12年 12年 整整三个周期 每个周期 我觉得自己都在不停地成长 而且你的未来 关键是还有很多 内知 很多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像开一个盲盒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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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